小朋友背著書包終於放學了 跟平常一樣等公車回家 但是怎麼等都等不到車 要另外再走去別的公車 就回去學校幹嘛去 原來從2號開始 這班20路公車一天只剩下一班 10月30號新竹客運貼出公告 因為公車司機生病的突發狀況 逼不得已從11月2號開始 有4路公車得需要調整班次 分別是10、11、20還有27路的公車 其中20路公車一天只剩下一班 那影響比較大的部分是在20路的部分 那建議民眾可以改搭71路公車 調整的第一天民眾抱怨連連 因為20路公車有經過國中 而且不只國中生 高中生有些還得要轉車 瞬間沒公車搭上學根本來不及 71號公車它是小8是20人坐的 買大賣的話像買菜的跟那些學生 全部擠到一邊 一台20人坐的擠到自己擠的人 而且我們在下坡路段的山路非常危險 不然你有些爸爸媽媽上班都不方便 小孩子要自己上學的話 這樣會造成大家困擾 比較一下20路及71路公車 雖然中間有重疊 但前後還是有點不同 對於頭尾站的民眾一樣不便 至於學校站牌 本來的20路會直接到校門口 小朋友下車就到學校 但71路確實在學校後門 還要再走一段 而且71路公車是小8 真的記不下 不只駕駛生病 主要還是因為鬧斯饑荒 根本調度不來 客人公司表示 為了符合法規 已經有積極協調人力 也乾淨與交通處溝通討論 後續還會再做出更好的調整 減少對民眾的影響 且新聞城市明藍庭 新竹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